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蓝色旋风 湛蓝出击 欧布鲁 大家好 我是威廉 欢迎来到立马帮帮忙 节目停更了两周 那不晓得这两周大家过得好不好 那随着下半季的开打 那战况马上就进入了一个战国时代 除了已经拿到门票的统一7-11师之外 其他四队正为着下半季冠军 或者是全年度的胜率而努力 下半季肯定会比上半季更加的精彩刺激 而汉将为了要拿下下半季的冠军 目前所做的一些改变和调整 我就我所发现到的 就让我在本周的节目跟大家做说明 首先就先跟大家聊一下 从明星赛到现在和汉将有关的新闻 首先是第一者 这应该算是好消息 就是今年我们在选秀所选的八位选手 渴望全数欠下 那尤其是第一指名的王念豪 在合约的部分已经很有共识 那这八位选手在日前都已经完成体检了 秋团也都陆续跟这些选手谈约 部方娱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昭如表示 已跟九成的选手谈得差不多了 剩下一些细节 其中第一指名的王念豪 也大致达成共识 在U18世界杯开打前 应该可以完成签约 而U18世界杯是在8月31号到9月10号 于台湾举行 来自桃园北科复工的王念豪 被公认是今年终止选秀会高中大物选手 是除了林子伟之外 选秀状元的任务人选 最后台湾雄英第一指名林子伟 而第二顺位的部方汉将 就立刻的把王念豪跟选进来 是球队期待的未来之星 而目前王念豪是随U18世界杯的中华队在集训 他将会是中华队的中心棒次主力的打者 或许今年选进来的8名选手 都并非是极战力 没有办法在今年的下半季 在签完约之后 就马上的帮汉将在一举打拼 但是对于正在换血的汉将来讲 有这8名选手的加入 除了可以厚制我们农场的强度之外 也可以改善我们的一个体质 那人家常常在讲 汉将的体质是不好 那没有错 不好归不好 但是经有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的一个选秀 慢慢慢慢的把体质养好 再加上我们从今年开始 有不错的一个二军训练基地 没有错 我就是在讲稻疆 稻疆训练基地 更可以加快 拉近我们和其他对农场的一个距离 而且今年的八位选手全签约 就没有去年发生的汉事 什么汉事 就是在第二轮选的古堡加商的林华伟 最后选择 没有和我们球团续约 那跑去大学再念一年 结果念了这一年之后再来选秀 马上就被热天桃源在第二轮前走 那大家想想 如果去年的时候林华伟有签约的话 说不定经有半年的一个调整 养成 他今年就可以是我们一军的一个主力 非常欢迎今年被布邦汉将选中的这八位选手 加入布邦汉将的大家庭 第二则新闻 汉将冲刺下半季 持续补强洋将战力 新轻的洋将来自于大西洋联盟 海坡英特摇滚乐手队的右头手瑞恩 在今天也就是7号已经抵达台湾 即将加入到球队的备战 今年26岁的右头手瑞恩来自美国 身高193公分95公斤 高大的身材让他的头球展现对打者的压制性 瑞恩在18年美国职棒选秀会上被亚利桑纳 响尾蛇队在第四轮选进 最高层级是曾经上到响尾蛇的3A 并进入40人名单中 22年转战坎萨斯皇家队的3A 主要担任牛鹏投手 而他在加入摇滚乐手队后 瑞恩就马上调整为先发投手 来台前的9场出赛成绩为5胜3败 防御率4.61 54.2局的投球中有52次的三阵 并帮助所属的球队拿下季冠军 在瑞恩来台后 那目前汉将的洋将总共有5名 包括了安德赛 肯特 布兰哥 以及上个礼拜刚开箱的5只 再加上瑞恩总共有5名的洋将 在831大线前 那他们都会各自展现属于他们的一个对联盟的载制力 最后到底是谁会被刷掉 那谁会留下来 那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那也期许他们 能够展现出他们最好的一个压制力 帮助汉将在下半季的时候 能够拿下一个好成绩 有时候看看别人 总是觉得当帮民蛮幸福的 至少球团在想要赢球的这一方面 他的企图性 绝对是不会比其他球团差 一起来拍手 一起来加油 为武帮汉将加加油 站起来拍手 站起来加油 跟武帮汉将来一球 一啪啪一马 一啪啪一马 为武帮汉将加加油 接下来来到了上周战况的部分 上周的汉将原本预定安排的场次是五场 简口因为下雨的关系 只打了三场比赛 现在我们就简单的来看一下上周三场比赛的内容 8月2号在新壮主场对战热田桃源 新阳投五支的开箱 五支先把主投五局总共丢掉了7分 二局下半果城 先获得出身球保送上围后 商欲归队的阿德张静德敲出案打 送回暗将的第一分 六局 由牛鹏接剃头球 王卫勇投一局无私分 有一次的三振 称伟林投一局 让对手三上三下 李建勋投一局失掉一分 欧苏晨0.2局失掉两分的飞翅者分 游廷威0.1局的无私分 汉将在六局下半果城上雷后 林哲宣串联敲出安打 打回汉将的第二分 就局下两出局后 李宗贤王政堂串联的安打再追回一分 但最终以三比十不敌对手 汉将打线的部分 这场比赛敲出十支安打 其中周家乐 叶子亭 还有李宗贤 各有两支安打的表现 本场次达成记录的部分 范国城连续九场的上雷 林哲宣连续四场的安打 李宗贤连续五场次的上雷 武之中职生涯初登板 生涯首次夺三振 这个是在一局上面对宋家想的时候 陈伟林 跨季连续八又三分之二局的无私分 武之的开箱秀 坦白讲 那投得非常的差 那这场比赛看下来 直球的球速非常快 没有错 超过150公里 但是他的变化球 坦白讲在这场比赛 并不犀利 没有办法去支援到直球 变成那天的打者很简单 上到打几区 变化球都给他办过 专挑直球打 结果就开了我们一个鲁客 但是光品这场比赛 也不能够判断说 武之真的就是属于那种 比较不堪用的一个投手 毕竟他的一个先发场次 连续延了两场 这个对于先发投手在调整上面 非常的困难 但是毕竟距离阳将的大线 831 已经不到一个月 武之如果想要再中止 再继续生存的话 他的变化球 绝对要有办法去吸引达者 去做挥棒 就算没有办法去吸引达者 挥棒 那至少也要掩护到直球 不然光品直球的话 哪怕是150公里 也没有办法光靠直球 就能够在中止的战场上生存 至于先发归队的阿德 这场比赛在武之头的时候 是以先发捕手的身份 进入到先发的名单 但是带武之下去了之后 教练团马上就换其他的捕手上来蹲 我觉得这一点的话 非常的好 这样可以延长阿德的一个使用 毕竟现阶段的义军 有戴培峰跟阿伯在蹲补 那借重张静德的火力的情况下 不要让张静德太过于因为蹲补的关系 过于操劳 比照阿龙对于吉利吉劳的一个模式 偶尔蹲 偶尔DH 这样子的话 需要阿德火力的时候 阿德在 捕手需要支援帮忙的时候 阿德在 但是这样子交叉使用下 阿德又不会因为太累 造成他生理上面的一个旧伤 又浮现出来 毕竟 现阶段的义军 大概就是新元旭跟高果林在扛 如果能够多个阿德 我想对于我们的火力 绝对是有极大的一个帮助 在国徽还有讲报 今年的状况都不是很好的一个情形下 如果再像上半季一样 失去阿德 那可能在打线上 第三棒DH的这个断层 又是我们打线的一个梦魇 本周的第二场比赛 8月5号一样在新庄主场 对战忠信兄弟 汉将中学主题日的第一天 迎战忠信兄弟 汉将在一局下由王胜伟的三雷安打 点燃了攻四 王胜唐安打 胜浩伟的二雷安打 汉将攻下两分取得领先 三局下同样由王胜伟的保送开启契机 半国城敲出中外野方向的两分打点全雷打 是半国城本季的第八轰 哲轩也随后补上左外野方向的阳尊全雷打 这支全雷打是哲轩本季的第三轰 汉将取得五分的领先 先发投手安德胜开散 让对手12上12下封锁对手 五局上面临危机 但王胜伟 申浩伟连续的每季守备 将伤害降到最低 安德胜先发六局 被敲出了四支安打 四掉两分 脚出优质先发 另外有三次的三阵 七局下 王胜唐获得保送 半国城 申浩伟连续的安打 帮助汉将再添一分的保险分 中继投手陈冠勋投10.1局无师分 布兰哥在七局上化解满壘的危机 并且八局续投无师分 合计1.2局无师分拿下中继成功 并投出了两次的三阵 九局交给守护省 曾经月投一局无师分 帮助汉将守住胜利 最终汉将就以6比2击败对手 这场比赛 队长范国城 四打数两安打 贡献两分打点 敲出本季的第八轰 范国城获选为单场的MVP 王胜伟 申浩伟 林哲宣和叶子婷各有两次安打 汉将团队合作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 在这场比赛达成纪录的部分 汉将中断二连败 曾经月连续四局的夺三阵 连续七局的无师分 陈冠勋连续五又三分之二局的无师分 布兰哥连续十三局的无师分 连续五又三分之二局的夺三阵 对战中信兄弟连续五又三分之二局的无师分 范国城连续十场的上壘 林哲宣连续五场的安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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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做人 球员表现不好的时候 如果我们嘴她的话 但是至少 在球员表现好的时候 我们也是要好好的表扬她 对于球员来讲 我们不能永远只有嘴 而没有赞美 我觉得这个是做人的最基本道理 有包有扁有伤有疤 待人服务都不要双标 不要因为她是旅长 我们就只有扁没有包 只有臭而没有赞美 话说 有些时候是我们自己球迷 制作多情 像这个礼拜天的赛前 哲宣在外野热身的时候 我就看到阿转 主动的上前去和他打招呼 是没有到有说有笑 但是至少 阿转表现出来不像是 曾经被霸凌很久的感觉 在我看来 本周的第三场比赛 8月6号 一样在新庄 对战统一师 今天也是汉将中学 主题日的第二天 汉将在一局下 由李宗贤率先敲安打上蕾 一出局后 王胜伟跑出道蕾成功 是生涯第234的道蕾 王正堂获得保送 胜浩伟敲出安打 送回汉将的第一分 汉将的先发投手 陈士蓬主投五局41分 六局起游 汉将牛蓬连番上阵 王胃勇投一局 虽被敲出一支安打 但汉将的队长范国成 策动了很漂亮的一个双杀手臂 化解四分危机 七局陈伟林投一局50分 七局下半汉将公事 从叶子亭奋力的跑出内野安打开始 他甚至就是在一壘头部滑壘 滑壘到球衣都破了 李宗贤随后敲出安打 王胜伟获得保送 满壘的时候 王正堂敲出突破满壘记的安打 攻下两分 王正堂也朝休息室 振奋大吼 汉国成在补上安打天得一分 汉将在这一局 攻下三分取得领先 八局由布兰哥守住 一局无私分拿下中击成功 九局由曾俊岳正守 无私分拿下救援成功 汉将中场以四比一打败对手拿下二连胜 当场的MVP有打出 胜利打点的王正堂获得 这个MVP也是王正堂相隔858天后 在度于主场获选MVP 与女儿Ruby一起在MVP的舞台上 跳起胜利的舞蹈 本场达成记录的部分 汉国成500场的初赛场处的达成 林哲轩连续六场次的安打 王卫勇对战统一 四队跨季连续八又三分之二局的 五十分 陈伟林跨季连续九又三分之二局的 五十分 李宗贤连续四次的道理成功 王正堂连续四场的安打 王正堂连续四场的打点 范国成连续十一场的上连 富兰科连续十四局的五十分 曾俊悦连续八局的五十分 曾俊悦连续十二次的救援成功 那这场比赛的一个重点 绝对就是在二局下 李宗贤打击时 被判妨碍守备的这个play 看转播的朋友 那金友主播和球评 能够立即的知道状况 但是在现场的我们 坦白讲 被裁判 气到key不分 那为什么气 第一气是气 原本借由这个play 统一师的失误 我们拿下两分 而且跑者 进站到了三壘 但是因为被判妨碍守备 原本在壘上的跑者 回到了一二壘 那由三壘往本壘跑的周家乐被判出去 那往一壘跑的李宗贤被判妨碍守备也出局 你说气不气 那第二气的地方是 邱哥都上来炉那么久了 那我们全场也都在等主神把他赶出场 结果杯碟要撑了那么久之后才把我们的邱哥赶出去 你说现场的我们能不气吗 我们期待邱哥被赶出去可是等了快一年 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气这两点 第一点 今年的阿龙已经跟我们示范过至少两次至三次 妨碍守备的跑壘是怎么样发生的 但是这几个play 球都有打到跑壘者 所以那时候裁判他们是讲 因为跑者跑在线内 那造成捕手在传接球的时候 影响到他传接球的路径去打到跑者 所以这个判决是属于妨碍守备的一个判决 但是这一次 球是完全传偏 也没有打到李宗贤 但是在经由电视补助判决之后 竟然判李宗贤是妨碍守备 那这时候在现场的我们就闷了 妨碍守备不是要球砸到跑者才有成立吗 怎么会这一球明明是陈忠宇传歪了 那为什么李宗贤还是 虽然他是跑在线内 但是为什么会被判妨碍守备呢 这个是在现场的我们 一头雾水的状况 这个状况 直到裁判 拿起麦克风 对着现场的我们做说明 我们才稍微了解 原来妨碍守备 是只要打者打出球之后 跑在线内 不管捕手的传球 有没有丢到他 都是算妨碍守备 那至于第二点 其实邱哥 从去年接总教练以来 也是上来抗议很多次 但是我印象中是只被赶一次 甚至在今年上半季 很多帮名就觉得他个性软趴趴 都不会替球队争取该有的一个权益 每当裁判跟他说明了几句之后 他就信信然的走回到休息室 让我们觉得邱哥个性太软 但是这一次 我们一直期待 邱哥出来了 邱哥出来了 但是他也跟雷神讲了很久 然后在跟竹神讲了很久之后 竹神对他比了个一之后 才把他赶出去 现场的胖米觉得 哇 裁判你也帮帮忙 要赶就早一点 我们买票进来就是为了要看邱哥被赶 你怎么拖了那么久才把他赶出去 你说现场的邦米能够不气气气吗 但是也幸亏 竹神又把他赶出去 燃烧了我们现场邦米的斗志 这一场真的加油声 真的看咬声也好 加油声也好 不会输昨天对爪的那一场 那一场大家要知道 那一场是新装今年第二次破one的一个比赛 那今天礼拜天的这一场 进场人数大概六千多人 但是六千多人扣掉喵米之后 他的应援声音竟然不输礼拜六的那一场 让我觉得非常的兴奋 非常的感动 谢谢裁判 最后还是又把邦哥赶出去 燃烧了我们邦米的小宇宙 也帮忙了我们邦米 想要完成的一个心愿 邦哥真男人 被赶出去就对了 虽然我们没有首席教练 但是你被赶出去之后 我们还有园内哲也教练 可以取代 不要这样取代 这样取代怪怪的 园内哲也教练 可以代替你来指挥这场比赛的调度 该争取的邦哥你就争取 其他的就交给园内教练去伤脑筋 那也恭喜园内教练 这场比赛应该是中职出登板 就拿下胜利 那干话讲完了 还是要讲正经的 赵邦总的一个说法 在今年春训的时候 裁判有来嘉瑜去做说明 针对类似的play 他是有讲 只要跑在线内的话 有丢到跑者的话 才算妨碍守备 没有丢到跑者 也就是说是 捕手自己传歪的话 这一项是不算在妨碍守备内 但是依联盟今天公告的内容来讲 只要是球员跑在线内的话 不管球员没有砸到他 基本上都算是妨碍守备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 如果照联盟的说法的话 那邱哥为什么要讲在春训的时候 裁判组来嘉瑜的时候 有跟他们在开会的时候提到说 虽然跑者跑在线内 但是只要球没砸到他 基本上就不构成 妨碍守备的因素 这中间绝对是有人说谎 不应该这样子讲 应该是讲说 这中间一定是有人误会到 不管是邱哥或者是联盟 我觉得有必要 针对这个妨碍守备的部分 再做一个规则的一个补述 很简单 就这样子讲 不管球有没有丢到 击球者的身上 只要击球者他击到球之后 是跑在线内 一律是被判 妨碍守备 这样子简单明了 从此不会再有争议 那第二点的话 我想要讲的话 在今年上半期结束之后的 一个规则补述里面 针对电视补述判决 有讲到的几个 不能够看的一个事情 妨碍守备是算在里面 那统医师 如果照牛奶 乃哥的一个讲法 他是要看的是 跑累者有没有违规的一个跑累 但是在看这个 有没有违规的一个跑累 竟然能够衍生出改判 变成判打者是妨碍守备 我觉得这样子合理吗 我记得邱哥 在上半季周期的时候 他是看捕手 有没有妨碍打击 然后顺便加印 有没有诡谤过半 但是这个也没有 这个最后裁判也没有改判 那为什么这一次 统医师要看的是 跑者有没有违规的一个跑累 那看了之后 竟然就改判为 跑者是妨碍守备呢 为什么 我也是不懂 那也请 这场比赛没进场 而是看转播的球迷 不要在网路上也好 在社团上面讲也好 就说包迷好像就是 无理取闹 大家试想 这场比赛的第一局 一局上半 陈杰县的道累 经由电视辅助判决之后 改判SAFE 是误判 一局下半 王胜伟的道累 经由电视辅助判决之后 也改判为SAFE 到我们现场的球迷 在一局内 已经看到两次的误判 那二局下半 发生了这种大场面 真的不要怪我们说 情绪非常的高亢 亢奋 无理取闹等等 请试着站在我们现场 球迷的一个角度来看 为什么 一局上一次 一局下一次 二局下半 又发生这么大的一个场面 我们生气 真的是有我们的一个原因 再来讲一下 我个人观察 在上半季结束之后 到下半季的这十几场比赛 和这样的一个改变 首先 内部的良性竞争 已经悄悄的 慢慢的 也不能讲慢慢的 已经正次的 在队内点燃 我讲的就是指 二类手叶子亭 当王正堂 商与归队了之后 你能够想象吗 王正堂目前 能够上场 先发上场的原因 他是占DH 并不是二类 原因就在于 叶子亭 他最近表现的 非常非常非常的好 那他也有讲 他现在 不想把二类的这个位置 交回去给王正堂 站在球迷的立场 very good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 谁的表现好 谁就能够把位置站住 而不是看资历 也不是看长相 虽然在汉江中学的时候 校长 校草 不是校长 校长刚选拔完 这个坦白讲 就比较看的是长相 但是在先发位置的部分 大家各凭实力 状况好的 实力好的 就把位置站住 二类的位置 目前是竞争 三类的位置也是 周佳乐在这几场比赛也都先发 但是只要他表现不好 我想郭林 甚至蔡佳燕 也都随时虎视眈眈的 想要把这个位置给抢下来 唯有内部良性的一个竞争 才是这支球队最大的一个竞争力 很好 请目前把先发位置 站住的这八位野手 努力的把自己的位置给占下来 那也麻烦 目前不是先发的球员 一有机会的时候 好好的表现 哪怕是保重上壘 对球队的打击 攻击都是一种贡献 球员们 请继续你们内部优良的良性竞争 那第二个改变 就是战术执行的部分 那目前战术执行 最主要由我们的园内教练在下打 那应该大家都有发现 那在下半季的时候 汉象在打击攻击上面 打带跑的次数 纯倒壘的一个次数 甚至到一二壘 要到二三壘的这种双倒壘的一个战术 执行的次数非常非常的多 那执行的成功率 也非常的高 连王拔和哲轩 他们都愿意的配合球队的战术 去往前倒壘 这是让我比较惊讶的一个地方 甚至 我昨天一场比赛 一壘的头部滑壘 我看到两个人 裴峰 还有叶子亭 真的是 蛮感动的 只是我认为 再怎么拼 一壘的跑壘 不要用头部滑壘的方式 很容易受伤 万一你滑下去的时候 那一壘所谓的接球跳起来 但是它落下的时候 脚是往你的头或脖子踩的话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职业伤害 甚至有可能一辈子就没办法打球了 真的 真的 不要再一壘 头部滑壘 第三点 比较跟上半季不一样的地方 是队形的一个稳定 一个固定 我想上半季大家都知道 在换血 那包括游脊 那包括外野手 换了非常多的人上来试 那经过了一个半季的实验之后 至少对我来讲 我觉得教练团在下半季的时候 大概哪个位置要用哪些的选手 已经有了一个底 不会再像上半季一样 每个人都有机会上来试 那每个人可能试的时间都不久 那你队形要固定 战术才能够执行 那这一点 我相信会是在下半季跟上半季 在战术的执行上面 在攻击策略上面 会比较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那最后一个 我发现到 下半季跟上半季不一样的地方 是在战术执行的部分 下半季有非常强调的速度战 我刚才节目上面已经有讲过 包括纯道累 包括一二累要往二三累到 包括打带跑等等 在战术的一个执行上面 次数上面 比上半季来讲多非常的多 那也幸好 那也幸好执行成功率的部分 非常高 我相信这一点是目前 在这十几场比赛 目前能够排在第二的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以前可能就单纯的 就是牺牲端打 就是牺牲端打 那坦白讲 对手都知道你要牺牲端打 那这样子战术在执行上面 要成功的几率就比较不高 要进步 就是要有所改变 那以上的四点 是我观察到 下半季的这十几场比赛 跟上半季比较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如果 如果我要发现其他不一样的地方 我在接下来的节目 还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我再重复一次 刚才节目上面 叶子婷有讲过的一句话 我就是不想把二雷的这一个位置 再归还给王政堂 这一份企图心 会是不放汉江在今年下半季 想要有更好的一个成绩 最主要的一个竞争力 是不放汉江在今年下半季 想要有更好的一个成绩 在成绩的部分 目前的下半季 汉江的成绩为七胜五败 胜率是点五八三 排名第二 目前落后排名第一的卫权龙 有着0.5场的胜差 在团队投球成绩的部分 目前的汉江投手群 团队的防御率为三成 在团队防御率的部分 是五对目前防御率最低的团队 而美局的被上累率是1.36 在团队打击的部分 目前的汉江团队的打击率为0.28 目前是排在第二名 那目前排名第一的为乐天桃源 他们的团队打击率为0.283 而在团队全绩打的部分 目前的汉江在下半季 团队是打出了六支全绩打 在五队里面 在全绩打的部分 目前是排名在第四 那目前团队打出最多全绩打的为乐天桃源 他们的全绩打 目前在下半季是打出了11支 而在团队守备的部分 目前的汉江团队的守备率是0.985 排在团队的第二名 那目前团队守备率最高的有两队 分别为卫权龙以及中信兄弟 他们的团队守备率都为0.995 而在失误的部分 目前汉江在下半季是发生了七次的失误 发生失误的部分 五队里面目前是排在第二名 那目前团队发生失误最少的有两队 分别为卫权龙跟中信兄弟 他们在下半季发生的失误目前都是两次 在个人成绩的部分 我们先来看投手 在防御率的部分 目前汉江的投手就只有肯特上榜 肯特目前在防御率是排名第五名 他的防御率为3.59 那在胜头的部分 汉江是没有投手上榜 在救援成功的部分 郑俊悦目前救援成功了13次 在排行榜上面是排名第三名 目前排名在第一名的为卫权龙的林凯威 他的救援成功的场次是15次 在中继投手的部分 中继成功目前汉江的球员没有球员上榜 在夺山镇的部分 目前的绍庆 他的夺山镇是63次 是排名在第五名 那目前夺山镇最多的为卫权龙队的刚龙 他目前的山镇数是101次 而在打击率的部分 这一点就蛮值得骄傲的 在补足了打击数之后 我们家的小花贤 他目前空降打击率完 他目前的打击率为0.337 那领先第二名的热天桃源的廖建布 廖建布目前的打击率是为0.335 安打树的部分 目前的汉江没有球员上榜 全内打的部分 汉江也没有球员上榜 在打点的部分 残念 汉江还是没有球员上榜 在到累成功的部分 哲轩他目前到累成功了8次 是排名在第5 那排名在第1的为卫权龙的林孝成 他目前到累成功了13次 以上就是包含团队 包含个人的一个成绩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本周的一个赛程 本周的汉江是要打4场比赛 全部都是客场 分别为8月9号到8月11号 是要到桃园做客 对战乐天桃园的三连战 而在8月12号 是要到台南做客 对战统一师队 等于这个礼拜的汉江 他是一个3加1的一个赛程 本周的赛程比较轻松 但是在下个礼拜的赛程 就非常的硬 下个礼拜要打6场 所以希望汉江好好的利用 本周比较松散的一个赛程 那好好的尽量多拿点胜场 那上周有进来新装看比赛的 包含朋友也好 爪迷或喵迷也好 恭喜你们 看了两场蛮精彩的一个比赛 那虽然说在第二场的比赛 有些大场面的一个产生 但是至少球赛的内容是好看的 那赛后也有蛮精彩的一个演唱会 我相信有来的朋友们 绝对是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 那没有来的朋友们 那没办法 汉江中学主题日 就是活动这么的多 那演唱会的内容就是这么的精彩 今年没来 拜托 明年不要再翘课缺席了 节目的最后 我一样要拜托大家 请多多进场看球 如果可以 请带着你的家人 朋友 同学 同事 一起进场看球 以上 就是本周的节目 我们下周见 拜拜 哎 不对 下个礼拜一 8月14号 在新庄游补赛要对乐天 所以我应该要讲 以上 就是本周的节目内容 我们下下周见 拜拜 拜拜 暗江加油 Body time Hands up Hands up 来跟着我 随着音乐扭一扭 Hands up 来自起手 左右摇摆在步骤 Hands up Hands up 来自出国 痛快快点的时候 Hands up 还在为什么 别用太多 Body time Hands up Hands up 拼命散开 Hands up Let's get high Hands up Dancing all night Hands up Body time Hands up 拉掉新装全包 就包干所有烦恼 丢掉你的欧宝 早上我 跳一跳 嘿 别害羞 跟上音乐的节奏 一起为寒江加油 Body time Hands up Hands up 来跟着我 随着音乐扭一扭 来自起手 左右摇摆在风头 Hands up Hands up 来自出国 痛快快点的时候 Hands up 还在为什么 跟着你开头 Body time Hands up Feeling tonight Hands up Let's get high Hands up Dancing all night Hands up Body time Hands up Hands up